台中南區一處集合式住宅 頂樓以及各處公共空間堆滿了雜物 老鼠出沒還不時飄出惡臭 衛生環境髒亂還有安全疑慮 讓其他住戶受不了了 因為沒人敢來住之外 房子也賣不出去 房仲說住這一棟七樓的富人 喜歡撿雜物回來堆積 更把老鼠當寵物養 時常在地板潑灑出魚餵食 附近的房價一坪大約是20萬左右 但富人只一鬧 低樓層剩下十幾萬 六樓以上開除6萬低價 也沒人願意賣 住戶指控這種情形已經持續十幾年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其中的惡靈條款 鄰居們其實可以組成管委會 針對任意氣質垃圾的鄰居 報告主管機關就會儲3000以上 15000元以下的罰款 還能連續處罰案 要使這惡鄰居依然顧服 管委會可以下最後的通牒 限期三個月內改善 要是所有屋主決議通過 就能肅請法院強制驅離 不過房仲無奈表示 這一棟的屋主都是七八十歲的長輩 該如何讓管委會運作呢 只希望政府相關單位能夠幫幫忙 協助住戶們趕走這一顆不定時炸彈 TBBA新聞 將軍廖帆一 台中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